换个焦点 许兰儿八生一所祈祷 是接连出现拿督工和新都省相 风波闹得沸沸扬扬 而警方的调查工作有了新进展 一名疑似精神失常 尿检对冰毒成阳性反应的 无意男子招供犯案 警方怀疑他学习宗教知识 走火入魔才失智干案 送走了拿督工神像后 八生港口英达花园的祈祷室 星期六再出现两尊新都省相 内政部下令彻查 八生警方今天召开记者会 公布调查进展 警方昨午6点15分 在距离事发祈祷室 约200米的一间住家内 逮捕一名37岁的无意男子 嫌犯招供 自己先后在垃圾堆及邻近住家 偷取一个拿督工神像 和两个新都神像后 再放到祈祷室范围内 随着嫌犯盗案 警方也宣布 此案无关宗教和种族 Suspek ini juga mengaku pernah belajar ilmu algama yang kalah atau gila isim jadi ketika berada di rumah keluarganya Suspek sering bermimpi Suspek sering bermimpi melihat tambah dikelilingi oleh patung berhalat dan ekoran daripada mimpi tersebut Suspek percaya bahawa beliau perlu melakukan perkara yang sama di Surau Kenan 另一方面 全国警察总长 丹斯里福兹 也促请了一些 有经济能力的宗教场所 安设壁露电视 比在任何涉及 侮辱宗教场所的案件发生时 有关画面 可用作侦测嫌犯身份 协助警方破案 马新社新闻台采访报道 selamat menikmati